这是大便活人人体分身的迷你板切割可乐 把一瓶完整的可乐换在形架上 一块钢板从可乐的中间给它穿插过去 走去看 当钢板完全穿过去之后 还可以把可乐的头部给它移动过来 好 咱们旋转一下 看一下四周 的确可乐是被切成两段了 接下来咱们重新把这瓶可乐给它还原 好 当我把钢板抽掉之后 把这个圆筒给它拿掉 再把可乐瓶拿出来看一下 确定这瓶可乐还是完好无损 那么这个魔术是怎么做到的 咱们检查一下 这个架子 这个圆筒 还有这块钢板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瓶可乐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瓶盖也是可以正常的打开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好 现在给大家解密一下 实际上这瓶可乐是有两半组合起来的 中间有一个磁铁可以相互吸引 你看懂了吗 ioden e